被暴揍了十分钟的布罗利 却还依旧往前冲 光波瞬间被乌吉塔打飞 接着身体快速旋转一脚踹到他脸上 乌吉塔手中汇出两发光波快速突进 见布罗利神志不清的口中喷射超大光波 他瞬间跳起360度转身到他身后 两发光波帅气甩出 毫无意外全部命中 接着又打出王子战法对布罗利的攻击 这还没完 他又聚出一发蕴含恐怖能量的彩色光球 狠狠对布罗利轰炸 这打得他都有点累了 而此时天空突然变暗 原来是布罗利的伙伴因为担心布罗利 想用神龙来救他 他们胁迫弗莉萨的秘书让他念出咒语 而此时被暴打的布罗利依旧坚挺 再次站起怒吼然后再次冲出 乌吉塔飞升一个猛踹 布罗利虽然防下一击 但防不下第二击直接倒飞出去 手中绿色光波汇聚直接打出 乌吉塔速度极快顺着他的光波飞行 随后一个暴气对着布罗利狠狠一个暴取 布罗利只是后退束步再次打出光波反击 乌吉塔继续闪躲冲击 他没有留守今天就要干掉布罗利 看着这超然的战斗场面 我突然想到了我一直玩的龙珠神 里面不仅完美复刻了动画剧情和角色 还有超然战斗发面激情决斗 现在登陆就送乌吉塔和黑悟空逃幅 更有千连抽可以白票 趁现在搞活动全场充值只需要0.1转 快点击左下角和我一起玩起来 这番拳拳倒肉的打击令乌吉塔感到不要太帅 这番拳拳倒肉的打击令乌吉塔感到不要太帅 气功准备彻底了结布罗利 这超强的能量下布罗利终于有了一丝畏惧开始后退 而当乌吉塔轰出最后龟派气功刚好要命中他时 同伴的许愿刚好成功 一个光芒他瞬间消失回到了万塔星 战斗终于结束乌吉塔抹一把汗 躺在海边晒太阳的比鲁斯也感知到危机解除 他不用再出手了 布罗利的同伴偷一艘飞船想要逃跑 而弗里萨直接拒出光波想要把他们秒掉 乌吉塔瞬间飞来抓住他手 对他一个眼神弗里萨只好放弃 虽有不甘但嘴上却不留情 说一句我还会回来瞬间飞走 最后悟空瞬移来到万塔星 给这荒芜星球上的布罗利带来了房子和食物 但布罗利的同伴却根本不想领他的情 而悟空对此无所谓 他只想没事来和布罗利打一打就好了 感受到最开朗的性格布罗利轻小 他的同伴自然也感受到悟空没有敌意 不由问你叫什么名字